12月2号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来到中国 与王毅外长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 德国是欧洲的两架马车之一 也是中欧合作的典范 但从舒尔斯政府上台之后 德国的立场出现了倒退 红绿灯执政联盟在拜登所主导的印太战略中越走越远 中德建立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遭遇冷落 上个月18号 欧盟成员国在布鲁塞尔举行外长会议期间 贝尔伯克就曾扬言 定要让中国付出代价 他宣称 支持俄罗斯必然也将会给中国带来后果 至于这后果具体指的是什么 贝尔伯克并没有明说 虽然中方已反复多次明确表态 中国不是危机的制造者 更不是当事方 中方从不拱火交游或趁机于礼 也不接受任何甩锅推责 但这些西方政客却始终对此冲而不闻 仍不断强扯中国并恶意甩锅 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 这些西方政客的真实目的就是想以此来打压 牵制中国 除了炒作所谓中国元俄论调外 贝尔伯克对华的另一道挑战书 就是在中欧关于电动汽车产业的分歧上公然污蔑抹黑中国 10月底 欧盟方面无视中方强烈反对与警告 追随美国的做法 执意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为期五年的反补贴税 虽然其幅度低于美国 但已经对中欧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 对此 贝尔伯克则是一边倒地将此事的责任悉数甩锅给中国 妄言中国破坏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 并扬言我们不会容忍其他国家违反国际规则 损害德国和欧洲的产业利益 结合这位前蹦床运动员过去的种种反华言论 让人很担忧中德高层会谈的氛围 仔细看外交部的新闻稿 当着这位女外长的面 王毅有三句话 感觉很是意味深长 第一句 王毅告诉贝尔伯克 竞争应当是公平的 而不是零和博弈 希望德方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采取积极务实对华政策 通过对华协商 妥储 贸易争端 对中国电动汽车高额征税问题 自然是这次对话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方很生气 欧洲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表面说公平竞争其实在搞零和博弈 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反补贴税 这违反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 德国是欧洲的大国 更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承认 不管贝尔伯克怎么看待中国 他的立场总比法国要积极一些 他当着王毅的面表态 德方支持欧盟和中国继续就电动汽车反补贴问题 进行谈判 争取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 德国和欧盟的不当做法 让德国企业界都忧心忡忡 就在贝尔伯克访华之际 我看到德国中国商会的一份调查显示 73%的受访企业希望德国政府 更加重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 中国是德国的合作伙伴 不是竞争对手 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第二句话 王毅告诉贝尔伯克 中德 中欧制度不同 这源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 也是人民做出的选择 中德关系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 尤其是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 这句话格外醒目 第三方是谁 不用多说 美国 中德是大国 欧洲是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力量 我们之间的合作很正常 很必要 当然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 中国肯定不会受影响 但德国 尤其是贝尔伯克 你有没有受影响呢 贝尔伯克肯定不承认 但德国论坛自有公论 过去几年 德国红绿灯联盟执政 总理朔尔茨来自社民党 贝尔伯克是绿党 很多时候 朔尔茨想往东 贝尔伯克偏要往西 弄得全世界目瞪口呆 到底谁才代表德国 很多次出访 朔尔茨都是自己走 不愿带贝尔伯克 因为带着他一起走 就是在给自己添乱添堵 但作为德国外长 贝尔伯克毕竟主管外交 他的一些言辞行动 还是对中德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我看到一些德国议员也批评 女外长总是在玩火 德国政府经过50年的努力 才与中国建立了良好关系 而您正在践踏他们所建立的一切 不知道王毅的提醒 贝尔伯克能听明白没有 第三句 王毅对贝尔伯克说 中德之间有差异和分歧 但差异不应成为合作的障碍 分歧更不应是对抗的理由 中德关系迄今取得的积极成果 和友谊经验 值得双方珍惜和传承 这应该很有针对性的 我们也承认 中国和德国确实有差异和分歧 但这不是合作的障碍 更不是对抗的理由 但事实呢 在一些政客的操弄下 一直是典范的中德关系 最近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这是让人格外痛心的 所以王毅才提醒贝尔伯克 我们之间的积极成果和友谊经验 要珍惜和继承啊 就是不知道贝尔伯克听懂了没有 当然 这次访问中 贝尔伯克面对中方时 也做出三项承诺 一是强调德方重视对华关系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二是 愿意同中方保持坦诚对话 加强战略沟通 三是支持欧盟和中国继续就电动汽车反补贴问题进行谈判 仔细分析贝尔伯克的表现 不排除 有两点因素 一是 德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堪忧 近期 大众 博士 舍福勒等多家德企 陆续裁员或宣布了裁员计划 舒尔茨因发展问题被反对党逼宫 顺民党的支持率只剩下14%左右 而中国是德国的主要出口市场 也是重要的投资来源地 德国的经济复苏离不开中国 二是 德国在俄罗斯问题上有求于中方 俄罗斯刚刚试射帧数中程导弹 西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考虑到中俄关系 贝尔伯克似乎有意让中国发挥影响力 斡旋局势降温 对贝尔伯克的想法中方自然清楚 但对中国来说 德国经济和俄罗斯问题并不是首要关切 中欧贸易摩擦才是重点 就在最近 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欧洲应该明白 欧洲和美国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追随美国制裁中国 并不是明智之举 他认为欧盟必须在和中国的相处中 找到自己的方式 将自身利益摆在首位 和中国关系破裂 不会给欧盟带来一丁点好处 默克尔这话虽然说得委婉 但是核心意思就一个 欧洲政客们为美国马首是瞻 不会有好下场 最后不仅沦为美国的弃子 还将失去和中国的合作机会 默克尔虽然已经隐退 但是他执政16年 不仅在德国拥有强大影响力 在整个欧洲都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度被称为欧洲女王 在他担任德国总理期间 确实以身作则 积极推动对华关系 中欧之间确实存在分歧 但是这绝不应该是中欧关系的主旋律 默克尔在这方面就把握得很好 分歧归分歧 不能只看到分歧 要看到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在默克尔的主导下 德国和中国不仅在贸易领域加强了合作 还在科技 环保 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合作 默克尔非常明确地认为 中欧合作对欧洲尤其重要 默克尔的外交政策没有被意识形态束缚 他采取的是现实主义路线 认为中欧之间的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交换 所以能够看到 默克尔当了16年德国总理 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 确实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他说的话不仅是经验之谈 更是存在的事实 欧盟很难同时与中美 这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打贸易战 因此化解欧中在电动车问题上的争议 符合德国的利益 德国面临的压力中方非常清楚 但是德国需要做出抉择 而前人已经告知了正确的选择 特朗普已经公开放话 上台后将对欧盟进口商品 加征10%关税 从当前形势看 德国有两种选择 一是与中国联手 共同对抗美国的贸易霸权 二是妥协与美国合作 以避免更大程度的经济损失 然而从贝尔伯克表现来看 他们对特朗普仍抱有幻想 否则他也不会三番两次从中作梗 特朗普已经放话 上台就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 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 事已至此 贝尔伯克还看不清形势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as as t